一朵朵白云挂在天空上,熙熙攘攘的大学校园里,青年男女三五成群嬉笑打闹,沈云按照地址在大学生活区找了很久,这个学校还真挺大,哪栋宿舍是我同学的呢?沈云是隔壁城市的大学生,因为一些原因,来这儿早曾经的高中机友,沈云,这边呀,好友正在楼下等他,你是路痴吗?就这么几栋宿舍楼都找不到? 好友嬉皮笑脸调侃沈云,他叫阿广,是沈云高中就认识的好兄弟,成绩不错,两人当初都想赶超对方成绩,既是对手也是知己,不过自从阿广考上这所重点大学,就没见过他了,如今他倒是销售了很多,也比以前话多了,不过一路跟沈云聊的都是各种网络游戏,沈马,那个你都没玩,兄弟你太傲他了,阿广一路跟沈云安利游戏, 哎,对了,沈云突然想起来,阿广,你咋和阿亚分手了呢?你们可是从高中就开始相处了呀,不提还好,一提阿广更生气,别提他了,我俩根本不合适 哎,你知道我们游戏战队叫啥名字吗?阿广继续滔滔不绝着,来到寝室有些简陋,很久没打扫的样子,阿广向室友介绍起来 各位,这是我从K室来的兄弟,沈云,因为出差,来这住几天,嗨,大家好,沈云热情的打招呼,可一个个面黄肌瘦黑眼圈的室友,无动于衷,聚精会神的盯着电脑屏幕,嘴里大喊,排骨,那个扑该的去你那边了,打他呀,我没弹药了 感情这些室友不是高冷,是真的没注意到沈云,阿广把上铺简单收拾下,趁阿广收拾床铺的空档,沈云四下看了看,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哇靠,身后床铺怎么有个大肉球啊,仔细一看,不是肉球,更像是个发霉了的巨型核桃 收拾完床铺的阿广绕过沈云,不慌不忙介绍起来,这个是老关,老关喜欢住在洁里面 顺便一提,我们宿舍站队,就是老关创建的,他可是国服大队长啊 客气了,巨型核桃说话了,沈云目瞪口呆,什么情况,到底是自己不正常,还是这群人不正常啊 怎么包括阿广在内的这几个人,看到这番景象,一点都不惊讶呢 趁去露台透风的奸细,沈云说出心中疑惑,住在洁里面,什么情况啊 阿广娓娓道来,老关他这个人,天生比较宅,从大一开始就没上过课 一直待在宿舍打游戏,甚至一个星期都不下一次床 有一天他一直睡在被子里面,我们问他,他说没事,就是想睡 等再从被子里出来后,就全身都是减了 一开始设有还挺奇怪,不过他说没事,身体也很健康 慢慢的,大家就习以为常了 从不上课啊,沈云很惋惜,你们老师不生气吗 没事,阿广一点都不担心,我们老师都不管我们 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爱不爱上课,是自己的事 考试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过就行 中午了,平时几人基本也不出去吃饭,都是点外卖 阿广把饭盒伸进茧,面倒一只惨白瘦肉的胳膊,从茧里伸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沈云几乎吃不下去饭 下一秒,老关又递出来一个饭盒 沈云很惊奇,他这么快就吃完了 阿广淡定的说,不,这盒是Oligate,我去扔了 这下沈云是彻底吃不进去了,跌跌着壮跑出宿舍,还是没缓过神,冲击力实在太大 来到本市著名景点,一个面向娇美的女孩在等他 不过不是沈云女友,而是阿广的女朋友 就是那个阿亚,三人从小就认识 其实这次是阿亚叫沈云来学校的,并不是什么出差 因为阿广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阿亚迫切需要沈云来劝说一下男友 阿亚很着急,你也看到了吧 阿广他根本就是变了一个人呢 他以前可是篮球队长,强壮无比 现在就知道宅在宿舍打游戏,瘦得都脱向了都 沈云也很吃惊,他也不知道阿广为何会这样颓废 跟以前判若良人,而且他整个宿舍的人好像都有问题 阿亚,你知道老关这个人吗 老关?他咋了?阿亚很纳闷沈云为何提起那人 自己没见过他 但阿广闹分手的那段时间,老是说什么老关是国服第一高手 带领他们宿舍成为传奇之类的奇怪的话 沈云表示没啥,他感觉还是不要把关于简的事告诉阿亚为妙 不过沈云答应阿亚,一定会把阿广叫出来,让他别再沉迷游戏 第二天晚上沈云把阿广拽出屋,要带他去一个超赞的地方喝酒 阿广连忙拒绝,他买完可乐就打算回宿舍了 大家还等着他做任务呢 嗨阿广,好久不见 阿亚出现在街角 阿亚寻寻善诱 沈云难得飞那么老远过来 你就不能陪他好好玩玩吗 阿广不乐意了 我有啊,我说过带他吃鸡啊 阿亚又开始劝说摩世 我的意思是可以做些户外活动吗 对了,我们去爬山吧,还可以烧烤 阿广突然情绪激动起来 原来你们是合谋叫我出来的 阿亚,我们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 难得见到男友一面 阿亚很着急,开启连珠泡摩世 阿广,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废人一样,如此荒废学业 你对得起你父母吗 你对得起我对你的期望吗 阿广扔下一句 与你无瓜,我得回去做任务了 扭头就跑 沈云想去追 阿亚却拦住了他 盯着阿广方向很吃惊的样子 快看,出现了 你看阿广头上,有根线 沈云满脸问候 你说啥 顺着阿亚指的方向定静一看 还真有根若隐若现的丝线 连着阿广头发 在黑夜中微微闪烁着 深更半夜 阿广宿舍还亮着微弱灯光 几人上路下路 左路右路喊个不停 玩得不亦乐乎 沈云崩溃了 都凌晨四点了 这帮龟孙子是真不睡觉啊 他不禁想起昨晚阿亚说的话 关于阿广头发上的线 阿亚已经看见好几次了 尤其在黑夜里看得更清楚 黑夜 沈云坐了起来 他回头一看 看见了惊奇一幕 几个摄友头上 都有一根线 而那线 是从老关那里发出来的 以前阿广可不这么窄 难道是老关控制了他们 第二天一早 沈云就把老关的事 告诉给阿亚 和他商量该如何拯救阿广 阿亚一点也不废话 当然是把那根线剪掉了 走 去买剪刀 沈云感觉好扯 但又没有其他有效办法 只好同意 阿亚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买了把除草剪刀 沈云叮嘱阿亚 千万别剪到脖子 你可小心点 阿亚恨恨的说 阿广如今这样 跟死了没什么区别 学校食堂 阿广埋怨个不停 大云 你竟然忘记点咱俩饭了 害我要跑到食堂打饭 我的任务呀 弯不成了 沈云连连道歉 对不起嘛 我漏了两个人 让他们先吃嘛 饭菜刚买完 阿广就风卷残云起来 看着吓人的很 就像马上归西 下顿饭再也吃不到一样 本来还打算跟他搭话 信阿广注意力 看来这也不用洗液了 身后早已潜伏多吃的阿亚 偷出剪刀 猛的剪下 可面倒那根线好硬 竟然剪不断 再看阿广嗷直叫 满地打滚 扯嗓子大喊 好痛 痛得受不了 回头一看 竟然是阿亚 怎么又是你 阿广咆哮起来 我们不是分手了吗 我想要自由啊 你怎么老缠着我不放 我要掐死你 沈云连阿广已经失去理智 捡起地上的剪刀 猛的伸向阿广投顶 醒醒吧阿广 你被控制了 沈云使出这辈子吃奶力气 咔嚓一剪 哗啦 管子里的液体喷涌而出 洒了阿广一身 阿广也随之昏迷倒地 是中心医院 医生给阿广检查一番 发现脑袋上并没有什么管状物质 只是缺乏营养 在医院静养一段时间就行 而那个宿舍是绝对不能回去了 阿亚打算让父亲给阿广换宿舍 甚至转系 沈云突然感觉有人盯着自己 回头一看 是阿广的舍友们 躲在窗户外怒视着他们 可就算这样 沈云还是打算回宿舍 把阿广书包身份证件拿回来 再看老关检上也是沾满了管子液体 估计同样受伤不行 就在沈云收拾完 打算离开之际 几个舍友手持棍棒 竟将沈云围住 打算揍他 面倒沈云着有准备 掏出大剪刀 来吧 我把你们头上的线全剪断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 老关说话 让他走吧 他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不是一个世界 什么意思 沈云不解 老关长叹口气 你以为是我控制了他们 你错了 其实都是他们自愿的 尤其是阿广 他和阿雅看似恩爱幸福 实际阿广早已感受到 小雅只是喜欢上进 打篮球时帅气的自己 只要阿广稍有懈怠 你有就会强迫他重回正规 那个阿雅为了自己私欲 不惜动用大剪刀 令和伤到阿广脑袋 也要把他改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你有问过阿广 这是他自己想要的爱情吗 而且阿雅那神通广大的父亲 总是对阿广百般挑剔 千般为难 阿广早就受够了 还有找不到对象的胖子 总被校园暴力的排骨 天生极度内向的小强 我们只是想躺平到毕业 然后找份温饱工作 不伤害别人 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 这有错吗 再看沈云面露厌恶 丢下一句 别为生活的失败找借口了 你们这些剑中人 说完 头也不回地走出宿舍大门 再看老官喃喃自语 我尝试过控制你 但是失败了 你以为是你的意志力强吗 不过是控制你的那条线 更加精密 更加有诱惑力罢了 我尝试过去的 我尝试过去的